欢迎收听特殊职业故事 这回给大伙说一个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碎尸案 很多很著名的案子都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 比如前一段时间刚侦破的92年南京一大杀人案 96年的南大碎尸案到现在还没破呢 以及白银连环杀人案 那么为什么90年代的命案这么多呢 因为当时和现在不一样 现在主流的破案手法 像DNA啊监控啊手机通讯人脸识别等等 那个年代都没有 如果遇到跨省流窜作案碎尸案等等 稍微复杂一点的案件 破案的概率呢就会比较低 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 加上下岗潮 还有贫富差距 急剧扩大 人的心思呢就变得活跃起来 也复杂起来 今天咱们说的这个案子呀 就是一个发生在90年代 我们王队侦破的跨省流窜碎尸案 王队啊 是在咱们这一系列的节目里边啊 第一次出现 以后呢 也还会多次出现 王队是我领导 是我老师 也是我的搭档 是个爱美食 爱撸猫的中年大叔 9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 当地农民老王早早的起床了 去自家农田里边呢 看一眼庄家 他黎明时分 从家里出发 到自家地头的时候 已经是天光大亮了 远远的呀 就看见有个白花花的东西 在自家的田地里边 当时一看这心里边呢 就有点恼火了 以为是谁家的猪或者羊 在骚托自己这田呢 但是随着他慢慢的走近 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因为他发现 那个白花花的东西 周围有大量的血迹 黄白相间的肉块 扔了一地 这是一句被肢解的 无头裸尸 老王可没敢靠那么近啊 吓得只看了一眼 连滚带爬的 跑到附近派出所报案去了 发生了碎尸案 甭管是在哪个年代 这都是大案呢 刑警 交警 巡警派出所 全部都上 负责本案的是刑侦局长老谢 谢局长呢 当时四十多岁 正值年富力强 他是一线侦察员出身 对办理这类案件呢 是驾轻救赎 当上领导之后 带领兄弟们 也是捋破大案 谢局带着侦察员们 横检老张 法医王队 就到了现场了 现场啊 已经被派出所民警保护起来 并且民警告诉谢局 说他们已经确定了侦察方向 现在正在排查 因为他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件关键物证 说一下现场的具体情况啊 中心现场就是尸体的位置啊 是在一片农田之中 北边呢 是一大片修整过的农田 距离西面五米远的地方 是一家精神病院的院墙 距离南面五十米的地方 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 这条公路啊 是主干道 附近工人上下班 都从这路过 距东边差不多三十米的地方 有一个南北走向的乡道 从这条乡路到中心现场 有一条田间小路 老王就是从这条小路进入现场 并且发现尸体的 咱们再来说说尸体的情况 尸体全身赤裸 平躺在田地之上 周围啊 没有见到衣服 死者头部缺湿 从皮肤衰老的程度 初步推断 是一名年轻的女子 尸体周围有大量的血迹 以颈部断离处是最多的 在下方呢 形成片状的血泊 自颈部正中 至胸骨饼 沿左侧肋骨下沿 可以看到 整个左胸部的软组织 全部缺湿 缺湿软组织 以及左乳房 就都被切成了小块 各位 您记住这一点 这是破案的重点啊 缺湿的软组织 跟左乳房 都被切成了小块 以尸体为原心 大范围的随意抛洒 除此之外 其余的软组织 没有见到缺湿 咱们再来说 现场痕迹的情况 从东边的田间小路 到中心现场 可以看到两条明显的足迹 一条足迹是平底鞋的 一条足迹是半高跟鞋的 方向性很明显 都是从西向东 尸体周围 可以见到大量的重叠足迹 这两种足迹都有啊 从中心现场到南面的公路 中间农田上 可以看到平底鞋的足迹 方向性很明显 是从北向南 中心现场西侧 精神病院的墙根底下 有一块干枯的草地 草地边的农田上 可以看到一处尿渍 就是明显有人在这撒过尿 各位这儿大伙也记清楚了 这也是一个重点 在这个尿字南侧 有一件黄绿色的破旧的军大衣 派出所民警说的关键物证 就是这件军大衣 经过派出所民警调查 现场隔壁 精神病院发给病人过冬的大衣 就是这种 所以本案很有可能 是精神病院的病人所为 谢局就问狠检和法医 精神病人所为 兄弟们 你们什么看法 狠检老张就说了 现场四周 都是平整过的田地 留下的足迹很清晰 东侧田间小路上 有两行足迹 一行足迹是平底写的 一行足迹是半高跟写的 应该就是嫌疑人和死者所留 不符正常 两个人 从东侧小路进入现场 南侧田地所留的足迹 只有平底鞋 并且不复明显变大 嫌疑人应该是从这儿 离开现场 从足迹上来看 嫌疑人是穿平根鞋的男性 担任作案 西侧墙根的这处尿字 我觉得很不正常 嫌疑人杀人碎尸 还在现场撒尿 要么是胆大妄为 极度的蔑视国法 要么就是神经不正常 正常人呢 不会有这种行为 所以我觉得 怀疑精神病人杀人 有一定的道理 法医王队说 是不是精神病人所为 现在啊 还不敢肯定 不过从现场分尸的行为上来看啊 显得非常怪异 第一 分尸的目的 有很多矛盾之处 第二 分尸的刀法 非常灵乱 毫无章法 第三 对尸块的处理 没有趋利避害性 从这点上来看 也符合精神病人的行为特征 咱们呢 既然是说碎尸案 这儿呢 我就对各种碎尸行为的特点 重点的介绍一下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了 从分尸的手法上 就能看出 是不是精神病所为吗 还真的可以 因为从碎尸的形态 可以分析出凶手的心理 这样就可以对凶手进行心理画像 在法医学中 凶手对尸体的分解 一般有几种情况 第一 销毁犯罪证据 掩盖犯罪事实 这一点很好理解 咱们还举王小明的例子啊 王小明杀人了 他知道杀人得偿命 为了逃避惩罚 就得把杀人的事实掩盖下去 那么怎么掩盖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销毁证据 而尸体就是最重要的证据 王小明可以把尸体藏起来 可以把尸体扔了 但是尸体是人哪 个很大呀 运输起来很麻烦 扛不动怎么办呢 那就把尸体分解了 变成小块 方便运输 就比如说 96年的南大碎尸案 尸体被分成了2000多块 分别在好几个时间 到了好几个地点丢弃 这种碎尸行为的特点 就是目的性明确 就是要销毁证据 往往在关节处分解 把大块变成小块 让别人找不到尸体 或者就算找到尸体了 也不知道尸体是谁 现实案件之中 80%左右的碎尸行为 都是这个原因 第二种情况呢 侮辱死者 报复泄愤 还举例啊 王小明杀人了 他对死者 有极大的怨恨 把人杀了还不解恨 又多捅了几刀 就跟咱们玩游戏似的啊 玩这什么吃鸡啊 把对方干掉了习惯性的 尸体上再补几枪 顺便再跳两下 是吧 这种分尸行为 也有明显的特点 就是有很多不必要的额外损伤 或者故意割去死者的某些部位 比如割去面部 割去阴部 割去乳房等等 这样能起到侮辱死者的目的 前一种分尸的特点是隐藏 后一种特点是暴露 毕竟让人看见才能达到羞辱的目的 第三种情况 就是精神病人杀人 精神病人杀人呢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啊 很多精神病人杀人之后呢 都有分尸行为 并且大多都是不完全分尸 精神病人在狂暴状态之下 会把尸体砍碎 但是他们不会细致的把切碎的尸块分别包装隐藏 也不会刻意的侮辱和炫耀 一般呢 都是随手就遗弃在现场了 这种分尸行为 不会刻意隐藏来逃避打击 这就是趋利避害性 是精神病人杀人的明显特征 还有呢 就是刀法呀 相对凌乱 窗口大多是一次性形成 分尸的目的不明确 有很多矛盾之处 当然了 精神病人随时行为很复杂 咱们刚刚这些呢 只是简单的一个阐述啊 还有很多不常见的分尸行为 比如邪教的仪式 食尸就是吃尸体的 还有天葬等等 这都有相对应的特征 在这呢 咱们不详细的分析 我们已经了解了大致的一个特征 那么这起案子的尸体 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知道了碎尸行为的特征 现在啊 让咱们来看看 本案的碎尸情况 死者头部啊 消失不见了 那个年代没有头 就不好找尸员 这符合掩盖犯罪事实的行为 也符合第一种分尸方式 但是左胸部切下的尸块 被大范围的抛洒 这事生怕别人看不见 又完全不符合隐藏的特点 好像有点不对 死者整个左胸部 包括乳房在内的软组织 全部被切碎 这有点侮辱尸体的味道 符合第二种分尸方式 但如果说侮辱死者 那右侧乳房以及阴部 又都是完好的 为什么没被破坏呢 好像也不对 死者颈部以及左侧胸口窗部的边缘 非常杂乱 有刺窗 有切割 甚至还有连丝带拉的痕迹 太不讲究了 不像正常人 并且尸块随意丢弃 完全没有趋利避害 分尸的目的呢 也有矛盾的地方 这似乎也像精神病杀人的特点 上面咱们分析了一大堆 似乎还是一头雾水的样子 别急 后边啊 还会有新的发现 这也就是为什么王队会说 是否为精神病人所为 现在还不敢肯定 从现场分尸的行为上来看 显得非常怪异 但是现场 有精神病院的君大医 还有看起来非常嚣张的尿字 还有分尸行为上的前后不一 所以最后的侦查方向 就定为精神病人杀人 侦查方向确定了 谢局安排了下一步的工作 第一 查找失源 查清楚死者是谁 找死者的头 第二 排查精神病院 包括住院的 出院的 曾经住院的 还有医生护士 以及病人家属 要搞清楚 这件君大医是谁的 第三 找目击证人 根据法医推断的 大概死亡时间 走访附近的居民找线索 第四 法医痕迹继续勘察现场 需要说明一下 90年代初 破案的主要手段 是靠侦查 也就是走访摸牌 找目击证人 找矛盾点 因为那时候 法医痕检等刑事技术 远远没有现在发达 也没有受到 那么大程度的重视 真正靠刑事技术 侦破的案件 少之又少 所以那时候 法医 技术员 勘察完现场之后 都是要配合侦查队 去排查走访的 不过今天的主角 王队是个例外 他不需要去排查 为什么不用去呢 不是因为领导 对现场勘察重视 而是侦查队嫌弃他 不让他去 走访摸牌 是一门社会科学 受调查的人 有说真话的 有说假话的 同一个人 有说他好的 就有说他坏的 侦查员 要梳理证据 去尾存真 找出线索 所以侦查员 需要有社会经验 也就是老油条 越老油条越好 王队当年大学 刚毕业两三年 长得白白净净的 除了专业知识 过硬之外 社会经验 还是相当单纯的 用现在的审美来看 绝对是一枚 优质小鲜肉 但是在那个年代 这样子不行啊 特别是干警察 这行 身上得有一股霸气 王队太像学生了 加上还没结婚 遇上个漂亮小姑娘 说话都脸红 这还怎么工作呀 你就老老实实 看现场吧 所以呢 王队就负责 老老实实的看现场 他呀 解剖过尸体之后 就溜达着看现场 看了一遍又一遍 当时呢 公安局里边 基本上都没有解剖室 所以啊 那个年代的法医 都是现场就地解剖 因为时间充裕 他能慢慢的研究 把散落在尸体周围的碎尸块 一片一片的收集起来 用水洗干净 跟拼图似的 在尸体身上拼 刚才咱们说了 左胸部的尸块啊 切得很碎 大的就跟核桃似的 那么大小吧 小的呀 就跟指甲盖似的 还被抛洒的到处都是 要想找齐了 还真不容易 关键是你拼这个 有什么意义呢 一般来说 碎尸案拼尸块 是要确定死了几个人 或者尸块 是不是找齐全了 比如说 把一堆尸块拼一起之后 发现有两个左手 那行了 就至少说明 有两个人遇害了 又比如尸块拼成之后 发现少了很多部分 就说明 还有尸体没找到 或者凶手还会继续抛尸 这个案件呢 死者除了头没了 胳膊腿都是完好的 很显然就是一个人 还管他呢 反正操作规范上 有拼尸这一项 再小的尸块 也是人体的一部分呢 不能歧视 一块都不能少 这一拼 还真让王队 发现了问题 第二天晚上 开案情分析会 侦察员们呢 向谢局汇报情况 大家工作了近两天 排查到的东西啊 还真不少 不过一个靠谱的也没有 精神病院这一组说 根据死者的大概死亡时间 事发前一晚的十点左右 这时候精神病院的门都上锁了 并且还锁了好几道门 病人偷跑出去 根本不可能 还有军大衣 确实是精神病院发的 但是这件军大衣太破了 病人们最破的大衣 都比这个好 这件大衣 更像是当垃圾被扔的 以前住院的 出院的精神病人数量太大 正在排查之中 寻找失源的这组人说呀 按理来说啊 失源这组最简单了 九十年代初人口流动 远远小于现在 只要走访一下 谁家的闺女失踪了 基本能确定死者是谁 但查了两天是一无所获 周围居民没有年轻女性失踪 再来说目击正人组的结果 他们说现场附近 有三家工厂 其中一家还是大型国企 晚上下夜班的工人很多 都从现场南侧的公路回家 但是南侧公路的路边上啊 有那么三四杭树 对视野还是有很强的遮挡作用的 路北呢 都是大片子农田 晚上黑咕隆咚的 也没什么看的 没发现有目击正人 谢局这时候就疑惑了 那是不是我们的侦查方向有问题呢 那时候王队年轻啊 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意见 听领导说对侦查方向有怀疑 他就有勇气发言了 王队说 我觉得这个案件 可能并不是精神病人所为 谢局一听也感兴趣 让王队接着说 王队呢 就先把尸检的基本情况说了一下 根据心肺表面出血点 以及脏气淤血的特征 认为死亡原因是窒息死亡 根据死者颈部切口 呈宾死期改变 现场血迹没有见到喷溅状 而是片状的血泊 推断分尸是死后所为 根据尸浆没到最大化 再结合尸温 推断死亡时间应该是案发前 晚上十点左右 死者阴部没有见到急性损伤 没有发现性侵的迹象 然后啊 王队又说到了昨天的发现 我昨天呢 把死者左胸部缺尸的所有碎石块 都拼起来了 发现左乳心脏的位置 有一处皮肤缺损 大概有核桃大小吧 说完了 王队把自己画的示意图 就拿给大家看 当然了 皮肤缺损 也有可能是现场的尸块 没找全 我今天又找了一天 还是没找到 所以我觉得 死者左胸部的这块皮肤 和死者的头部一样 都被凶手带走了 死者头部的缺失 从分尸行为上来看 是掩饰犯罪 销毁证据的特征 也就是凶手不想让我们看到头部 那么他一起把左胸部的这块皮肤带走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动机呢 也就是不想让我们看到这块皮肤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凶手的分尸目的就非常明显了 就是要销毁证据 并不存在前后不一之处 其次 大家看缺失这块皮肤周围的窗圆 是很明显的弧形 把四周拼起来 就是一个类圆形 全身其他地方碎尸的切口 都不是这样的 其他地方窗圆很凌乱 有大有小 连丝带拉 当时我也是从窗圆凌乱这点来推测 有可能是精神病人干的 但是这个类圆形的窗口 精神病人在狂暴状态下 是不可能随意形成的 必然是有意为之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 我认为凶手只对死者左胸部碎尸入手 而不碰其他的地方 就是为了刻意隐藏左胸部的这块皮肤 如果凶手紧紧把左胸部的这块皮肤切了 我们发现尸体之后 很容易就知道左胸部的这块皮肤没了 这样反而欲盖迷章 而凶手把左胸部皮肤切去之后 把周围皮肤都碎成很小块 这样我们就不容易发现 左胸部缺失一块皮肤的事实 凶手把尸块随意抛洒 并不是不懂趋利避害 而是这些尸块 都是为了掩饰左胸部的皮肤缺失 至于怎么扔 那就无所谓了 所以凶手并不符合精神病人分尸的特征 谢菊听着呀 在那一个劲的点头 表示分析的不错 那么凶手为什么刻意隐藏左胸部的这块皮肤呢 我想啊 很有可能这块皮肤上 有能提示死者身份的信息 比如胎记 疤痕 或者纹身 胸部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很隐私的地方 凶手知道此处皮肤的特征点 说明很有可能是死者的熟人 比如男朋友或者是丈夫 现场还有一处我们忽视的证据 也能证明是熟人作案 就是现场西侧的那处尿字 这处尿字最初我们认为是凶手很嚣张 或者是精神不正常的表现 那么我们有什么证据 认为这处尿字是凶手所留呢 这时候啊 一个侦察员说 哎呦 这个呀 可不容易证明 平底鞋在甘草上不容易留下痕迹 不过在现场撒尿这种事 凶手的可能性更大 王队又接着说 平底鞋留不下痕迹 但是高跟鞋能留下 只是高跟鞋留下的足迹是一个小坑 都隐藏在草丛里 不容易发现 昨天我在这处尿字的周围草丛里 发现了高跟鞋留下的小坑 这时候 那名侦察员质疑 尿字周围 有高跟鞋的痕迹 也不能说明尿字是死者留的 如果是凶手撒尿 凶手穿平底鞋留不下痕迹 而死者穿高跟鞋 或许从旁边路过呢 嗯 这处尿字的形态不一样 尿液是液体 形态类似于血液形态分析 因为男女小便的姿势不同 女性尿液流动方向更低平 溅落方向性更明显 男性尿液流动更高 更垂直 溅落方向性不明显 那证明尿字是死者所留 又能说明什么呢 能说明死者和凶手很熟悉 从现场足迹上来看 死者和凶手正常进入现场 试想一个女人 会在一个陌生男人面前小便吗 啊 王法义 死者和凶手正常进入现场 不假 你怎样证明 死者是和凶手同时进入现场的呢 假如死者内急来现场小便 被凶手发现 凶手跟踪 然后在现场杀害死者 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呀 啊 从足迹上可以看出来 现场东侧的田间小路很窄 现场留下的两条足迹 是近乎平行的足迹 没有一处重叠 如果死者和凶手是先后进入 在光线缺乏的晚上 是不可能做到足迹平行 并且不重叠的 所以排除这种可能 谢局听到这儿啊 挺高兴 嗯 不错啊 小王分析的精彩 如果说是熟人作案 你能推断一下侦查方向吗 昨天解剖的时候 我发现死者的胃内容物 是充盈状态的 消化程度很轻 也就是说 死者在最后一餐之后不久就被害了 我推断时间不到一小时 并且最后这一顿啊 吃的很丰盛 有很多菜 我用纱布仔细过滤了胃内容 能分辨出的蔬菜种类就有六七种 并且有一种蔬菜是绿豆芽 据我所知 本地人是不爱吃绿豆芽的 吃的都是黄豆芽 由此可以推断 死者可能是外地人 死者在饭后不到一小时就被害 说明死者是在附近吃的饭 可能是饭店 也可能是在固定住所 我呢更倾向于固定住所 因为饭店没有绿豆芽 当地人不爱吃 菜市场也买不到 所以我认为死者很可能是附近的居民 或者租住户 这时候啊 又有侦察员提出了质疑 可是附近的所有居民和可能的租住户 我们都排查了 没有年轻女性失踪 我相信我们排查的可靠性 就凭最后一餐到死亡不到一小时 来判断死者就是附近的居民 我觉得有点不靠谱 如果死者和凶手有交通工具 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吃完饭之后 开车来现场 杀人之后又开车离开 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啊 凶手和死者到达现场的途径啊 可能是有几种 咱们呢在这啊也逐一的分析一下 第一 凶手开车进入 如果凶手开车到东侧的香道路边 然后步行进入现场 那么他离开现场之后 肯定会从原路返回 他得开车去啊 也就是说从东边小路离开 而现场的凶手是从南面离开的 第二 凶手也有可能把车停在了南侧路边 但是南侧公路是主干道 是不是有一辆可疑车辆 在这长时间的停留 很容易排查 所以呢 相信侦察员也不会错过 第三 他们也可能是乘坐公交车来的 但是公交车速度慢 即使乘坐公交车 他们也是在附近吃饭 更何况现在是冬天 最后一班公交车六点多就没了 第四 他们乘坐出租车来的 出租车是我们侦察员排查的重点 我们已经排查过案发当晚 并没有一男一女在附近下车 第五 别人开车送他们来的 这种情况我们恐怕没办法排查 但是假设就是这种情况 吃饭地点也是在一小时车程之内的 我们排查也应该先进后远 王队接着说 综合分析来说 死者大概率住所离现场近 是外地人 凶手知道死者私密部位的特征 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况是 死者是嫁入本地的媳妇 而凶手就是他的丈夫 为什么排查附近居民 没有发现女性失踪呢 如果我们排查遇到的是他的丈夫 他丈夫否认自己妻子失踪 那我们根本就排查不出来 王队在这场案情分析会上 是大出风采 谢局对他的业务能力大加赞赏 至于他的侦查思路 有没有被采用 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四天之后 案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通过谢局的一个县人 找到了一条线索 一个色情工作者 我们跟他叫小贾吧 就说他的一个小姐妹失踪了 并且最最重要的是 这个失踪的姐妹 左胸部有一块纹身 小贾说 我的这个小姐妹叫小婉 也是干这行的 她是外省人 不过小婉是在一个月以前失踪的 一个月以前 小婉认识了一个老板 是做家具生意的 两个人很快就处得火热 自从认识那个老板之后 他就没上过班 这期间呢 我见过他一次 他心情很好 说话之间 也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 后来无意之中啊 就跟我说 他可能会和这个老板结婚 所以他失踪了这么久 我以为他回家结婚了 侦察员就问小贾 你见过这个老板吗 见过 皮肤白白的 高高瘦瘦的 大概三十岁左右吧 我见到他 肯定能认出来 听口音是外省人 和小婉的口音很像 从小婉失踪之后 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小婉是哪里人呢 你知道这个老板住哪里吗 我只知道他是哪个省的 再具体的 我就不知道了 那个老板 我不知道住哪 只见过一面 不过我知道小婉住哪 小婉是个特别讲究的人 不和我们住 他在外面租着房子 从来不带客人 去他的出租屋 小婉身上的纹身是什么 你知道吗 好像是一个字 但是具体是什么字 我就不知道了 在小婉的带领之下 我们找到了小婉的租住地 是某工厂里的一间单身宿舍 这个宿舍离案发现场步行 也就十几分钟 宿舍的门上挂着一个大铁锁 这说明门窗是完好的 侦察员打开锁 进入小婉的房间 房间里的景象有点看不懂了 整个房间好像是经历过地震似的 到处都被翻得乱糟糟的 衣柜里的衣服呢 都被翻出来扔在地上 床明显被移位了 床底下的东西都被翻得到处都是 这明显是被贼光顾过的样子 但是宿舍门上的铁锁是完好的 这贼啊还挺讲究 偷完东西离开的时候 还不忘把门给锁上 经过认真的勘察 我们发现了几个重要的物证 第一 屋内小桌子上有几个盘子 盘子里的剩菜和死者为内容分辨出的蔬菜 是相同的 最重要的 是发现了一盘绿豆芽 第二 门后发现一个脸盆 脸盆里有一个陶制的花盆 花盆呢泡在水里 花盆里面有绿豆芽 因为是冬天还没完全坏掉 这是一个自制的在冬天制作豆芽的装置 第三 床旁边有个小桌子 桌上垂直上下有三个抽屉 最上面的抽屉是闭合的 没锁 下面两个抽屉呢 有锁 被人用锐气 砍了一个大窝子 抽屉都被拉了出来 第四 在最上面没锁的抽屉里 发现有两万块的现金 还有存折 存折上是小碗的真实身份 谢菊看完这个现场 长舒了一口气 他觉得离抓到凶手不远了 这个现场也印证了 他判断的侦查方向的正确性 哎 到这儿您各位该说了 好像有点不对 侦查方向不是王队在案情分析会上定的吗 这怎么冒出了一个谢局的侦查方向呢 莫非王队分析的都是错的吗 其实啊 王队在案情分析会上分析的都没错 只是由于王队社会经验比较少 少分析了一种情况 知道一个女性私密部位纹身的男性 不仅仅可能是男朋友和丈夫 还有可能是嫖客 住在附近的外地人 不仅仅有嫁入当地的外地媳妇 还有色情工作者 色情工作者是不会在自己家乡 干这样子的事情的 排查不出失踪信息 不仅可能是丈夫刻意隐瞒 也有可能死者从事的是见不得人的行业 就像色情工作者 他们通常是不可能跟警察说 跟我一块工作的小姐妹失踪了 所以呢 就很难排查出来 当天案情会 谢局听了王队的分析之后 就感觉到死者很有可能是色情工作者 而排查这种灰色地带 就必须要用非常手段秘密侦查 比如用线人 从线人提供的线索 我们知道 有一个左胸有纹身的色情工作者失踪了 从今天在小碗屋子里面勘察的情况 我们基本能认定死者就是小碗 左胸纹身和尸体上的皮肤缺损是相符的 屋子里的绿豆芽和死者的胃内容物是相符的 既然死者是小碗 那么凶手最有可能就是跟他处的那个老板 别忘了 老板他也是嫖客呀 小碗和那个老板相处的火热 小碗突然失踪了 那老板也没出现过 正常情况之下 老板不应该去问一下小碗的姐妹们 他去哪了吗 小碗自从认识老板之后就没有接客 他也不带客人回自己的小屋 桌子上六七个菜 一个人是吃不完的 一个人也没必要吃这么丰盛 那么他是在招待谁呢 普通的嫖客没必要这么用心吧 并且当地人是不吃绿豆芽的 而根据小贾的叙述 小碗和老板口音相近很可能是老乡 所以最后和小碗一起吃饭的人 很可能就是这个老板 而根据死者为内容物消化的程度 死者吃饭之后不到一小时就遇害了 并且根据现场尿字来推断凶手 是和小碗非常熟悉的人 那么这些证据交叉验证 几乎可以认定老板就是凶手 为什么小碗的屋子里面有被大范围的翻动痕迹 这很可能就是凶手的犯罪动机 凶手在杀害小碗之后返回出租屋 寻找某个重要的东西 这里最让人疑惑的呀 就是抽屉里的两万块钱现金 要知道在90年代初两万块钱那是巨款呢 人都杀了两万块钱没动 有什么东西比两万块钱和人命更重要的呢 确实想不明白啊 在这也给大伙呢先卖个关子 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能通过分析推理解决 谜底只有抓到凶手才能解开 嫌疑人已经确定 下一步的工作就相对明确了 根据小贾的描述做模拟画像 然后通缉这个老板 与此同时还有一组侦察员到小碗的老家找线索 因为老板的口音跟小碗接近 很有可能他们是老乡 侦察员很快就找到了小碗的老家 小碗的父母呢都已经去世了 家里只有小碗的哥哥了 面对侦察员的询问 小碗的哥哥说出了小碗的身世 我妹妹啊从小就是一个骄傲的女孩子 她人长得漂亮 父母宠爱 在同龄人之中永远都是一个小公主 我父亲呢是某国有企业的工程师 八十年代初小碗高中毕业之后 就在我父亲所在的厂里上班 那时候刚改革开放 年轻人呢流行唱歌开舞会 小碗自然而然就成了大家眼里的明星了 她通过舞会 很快就认识了一群社会青年 这群人有厂里的子弟 也有地痞流氓 这群社会青年组成的流氓团伙 影响非常恶劣 好些人当年都因为犯事进去了 里面还有几个人 因为多次强奸妇女被枪毙了 小碗因为跟这群人走得近 受到了影响也被厂里开除了 我父亲呢是个很保守的人 自然是严加训斥 小碗当时兴高气傲 觉得给父母丢人了 就离家出走了 这一走就是十年 阴信全无 我爸妈呢也因为忧思过度 相继去世了 侦察员就问他 小碗胸前有个纹身你知道吗 知道 他纹身这事被妈妈发现了 他呢还跟我爸妈大吵了一架 胸前纹的呀是个君字 他谈了一个男朋友叫大君 我爸妈就觉得还没结婚呢 就把对象的名字闻到身上 太伤风败俗了 大君是常理子弟 也是流氓团伙的一员 被判了八九年 现在应该出来了 小碗哥哥提供的这条线索 太重要了 凶手把死者身上 这块带君字的纹身 着重的切割带走 那么这个大君 就有很大的嫌疑 侦察员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 很容易就抓获了大君 当侦察员看到大君的时候 就觉得案子破了 大君三十岁左右 高高瘦瘦 皮肤白皙 各位是不是感觉耳熟啊 貌似 谁提到过长这样的人 没错 就是通缉的那个老板 大君就是凶手 这绝对错不了了 侦察员连夜突破了大君 果然是这样 他们的口供全部一致 说近一个月的时间呢 大君都在朋友家打牌呢 怎么会这样呢 千辛万苦 案件马上就要侦破了 竟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按照大君的说法啊 他根本就没有时间 可以跨省作案 而我们现在所能认定的证据 是老板杀了小婉 那么怎样证明老板就是大君呢 仅仅从小甲的一次目击 或者仅仅从大君高高瘦瘦的长相来认定 这都是主观证据 有点太不靠谱了 就算文有君字的文身刻意被切割了 你也不能说就是大君自己干的吧 这个案子瞬间就陷入到了巨大的困顿之中 以前的侦察方向啊 也出现了多次错误 但是只要理智分析 我们总能找到正确的路线 但是这次遇到的问题 意味着我们以前所有的推理 可能都是错误的 大君以赌博罪名 暂时被治安拘留 在大君老家的侦察员啊 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 一遍又一遍的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 时间不等人呢 毕竟我们不能无限期的积压大君呢 最后啊 是一个侦察员在和当地民警聊天的时候 无意间的一句话 为破案提供了灵感 那天呢 我们的一个侦察员发牢骚说 大君这群人没有工作 天天赌博 他们哪来的钱呢 当地民警就说了 他们这群人呢 我一眼就认出来好几个罐头 手脚都不干净 罐头 罐头 我明白了 我想到验证大君不在场证据的办法了 如果大君他们一伙是盗窃团伙的话 他们之间相互印证的话就是不足心的 盗窃团伙为了掩盖他们的犯罪事实 对付警察的询问都有一套应对策略 如果大君这个团伙到过我们这个省 那么一个盗窃团伙到外省是干什么的呢 必然是盗窃的 那么好 只要把案发前近一个月 本省各地的盗窃案现场收集到的指纹 和大君这个团伙的成员对比 如果能对比上 那就有意思了 你大君一伙不是说近一个月没出过省吗 那么你们的指纹是怎么留在外省现场的呢 事不宜迟 马上工作 侦察员采集了大君一伙的指纹 在本省内对比 战果丰厚 全省到处都留下了他们一伙的指纹 每个事都被他们摸了一遍 铁证如山啊 看你大君如何狡辩 侦察员呢 也一扫多日的阴霾 不仅破了一个杀人案 还捎带着扒了一个盗窃团伙 怎么说呢 兴旷神医 侦察员准备带人回省 可这时候接到了谢局的电话 侦察员们有预感 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预感 恐怕哪里又出问题了 谢局在电话里面说 兄弟们都辛苦了 虽然这个案子的证据已经非常扎实了 但是啊 还远不是放松庆祝的时候 因为还有几个漏洞嫌疑人可以利用 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证据 第一 我们现在的证据只能证明大军在案发期间 在我省出没 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大军是凶手 他作为盗窃团伙的一员 在我省出没很正常 要防止他避重就轻 把盗窃案和凶杀案混淆 第二 虽然后来在死者的出租屋里 发现了大军的指纹 但是大军和死者是老情人的关系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大军的指纹是什么时候留的 所以没办法确定大军就是案发时的老板 第三 虽然带有君子的纹身被凶手割去了 但是请兄弟们注意 死者是色情工作者 很多嫖客都见过这个纹身 所以不能认为必然是大军割去了纹身 也可能是其他嫖客隐藏死者身份特征 第四 最最重要的一点 死者的头以及死者的衣服没找到 分尸工具没找到 凶手作案时的衣服 穿的鞋子都要注意寻找 因为这些是直接能和命案现场相印证的物证 听完谢局的分析之后 侦察员们在心里边都不禁感叹 这果然是个老刑警 这心思缜密的 让人惊叹 最后啊 我们又发现了新的证据 在大军家搜查到的鞋子上 发现有少量的泥土 和命案现场的土质是相符合的 分尸工具也在大军家找到了 是他经常随身带的一把折叠刀 虽然刀子经过反复的清洗 但是在刀折叠的那个缝隙里边 还是发现了血迹 并且这把刀的刀刃有细小的豁口 经常使用的刀具一般都有豁口 有豁口的刀在皮肤上切割会留下独特的痕迹 毫无疑问 以王队的专业知识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细节 而这条证据也是最直接最可靠的杀人证据 最后结合大军的供述 还有适度的推理啊 咱们把整个案情做一个还原 十年前年轻漂亮爱玩爱闹的小碗 因为涉嫌参加流氓团伙被厂里开除了 与他同时被开除的呀 还有他的男朋友大军 并且大军还被判了刑了 因为忍受不了邻里的闲言碎语 还有父亲的责骂 兴高气傲的小碗就选择了离家出走 因为没有一技之长 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奔波流浪 终于在本地落脚 成为了一名色情工作者 十年后的一天 小碗接待了一位嫖客 他们见面的那一刻 两个人几乎是同一时间都认出了对方 嫖客就是小碗以前的男朋友大军 不过现在的大军呢 已经不再是那个 在无场之中迷倒一片的时髦青年了 现在的小碗 也不再是那个众星捧月的小公主了 这是故人重逢啊 俩人呢都倍感唏嘘 可以说两个人心里都有 道不尽的艰辛与不义 大军呢就跟小碗撒谎 说自己啊在做家具生意 小路很好 特别能赚日子 两万块钱在当年 可是一笔巨款 听小碗这么一说 大军呢也很感动 自此之后小碗呢也不再上班了 整天呢就带着大军在这个城市里边啊就闲逛哟 俩人过的呀就跟回到了初恋的时候似的 小碗每天为大军做各种各样的菜 并且乐此不疲 为了让大军吃好了 小碗呢想为大军做点家乡菜 这道菜啊需要绿豆芽 本地呢又很难买到绿豆芽 小碗就自制了一个制造豆芽的装置 冬天气温很冷 豆芽呢不会自然生长 需要不断的给豆芽加温水 为了豆芽生长 他还给自己订了闹钟 两小时一次甭管白天黑夜 在案发前一晚 跟平时一样 小碗和大军吃过晚饭一起出去散步 此时晚上九点 工人还没下班呢 所以路上啊人很少 在路过案发现场附近的时候 小碗内急找一处偏僻的地方方便 因为怕黑让大军呢一起陪着 俩人呢就是平平常常的进入到了案发现场 等小姐之后 小碗突然郑重的对大军说 你答应我好好过日子好吗 大军呢自然是连声的答应着 小碗又说 我今天把所有的存款都取出来了 有两万多块准备都给你 大军这时候啊就起了疑心了 心里边就琢磨着 小碗去取钱 为什么不让我跟他一起去呢 他一直说自己有钱 可是从来没见过 莫非他就是想骗我跟他结婚呢 小碗又接着说 不过钱给你之前 我得问你一件事情 你必须老实对我说 你现在到底是干什么呢 我不跟你说过了吗 做家具生意的 你知道家具市场在哪吗 大军这一下子呀 让小碗给问愣了 我从那天见你的时候 就知道你是贯偷 做家具生意 是小偷惯用的借口 因为你们身上带着工具 遇到警察盘查 有理由搪塞过去 这些年呢 我见过太多你这样的人了 咱们忘记过去 好好过日子行不行啊 大军一听 当时脑袋一阵发懵啊 他忽然意识到 面前这个小碗 已经不是十年前的 无知少女了 她是一个睡过 无数人的色情工作者 而自己在监狱里边 关了七八年 论社会经验和心计 小碗远远高于我呀 他一眼就能看穿 我是个贼呀 那么他所谓的两万块钱 是不是也是假的 就像一个诱饵 引诱自己 乖乖的留在他身边 我竟然对一个色情工作者 动了感情了 我简直太蠢了 此时的大军呢 心里边已经动了杀鸡了 大军就问他 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 小碗呢 可能理解错了 他可能以为大军说的呀 是你明知道我是贼 你还不跟我明说这件事情 所以小碗回复大军的是什么呢 你难道没骗我吗 大军呢 一怒之下 用胳膊肘 就卡住了小碗的脖子 等大军冷静的时候 发现小碗已经死了 这时候大军呢 又发愁了 怎么办呢 杀人要偿命啊 大军呢 在那思考了半天 最终他突然意识到 这个地方没人认识他大军 而小碗呢 是一个色情工作者 在当地啊 肯定有很多嫖客认识他 只要别人辨认不出死者是小碗 那么我自己就没事 所以不能让别人认出 死者就是小碗 要销毁一切 可以识别身份的痕迹 他用随身携带的折叠刀 把小碗的头就割去了 又把小碗全身的衣服脱光了 在脱衣服的时候啊 他就想起了小碗左胸部的纹身 就用刀在纹身周围 画了一个圆 把纹身割下带走了 割下纹身之后 他发现这处纹身 皮肤的缺损太显眼了 为了掩饰这个皮肤缺损 他就把周围整个胸部的皮肤 全都切碎 抛洒在了四周 因为大军是在黑暗之中 摸索着分尸的 偶尔呢 用打火机照明 所以刀法极其的凌乱 让我们误认为是精神病人所为 大军用小碗的衣服 包裹着小碗的头 扔在了一个几公里外的阴沟里边 再返回小碗的出租屋 因为此时是深夜 路上就没遇见人 他在小碗的屋里啊 翻了好几遍 都没发现两万块钱 他就更坚信小碗是在骗的 随后他锁上小碗的屋门 回老家了 那么最后几个问题啊 小碗到底有没有骗大军呢 很显然是没骗 因为小碗屋子里面 我们勘察的时候 发现了两万块现金 那么为什么大军没找到呢 请注意这两万块现金的位置 床旁边桌子的抽屉 最上边的抽屉没上锁 里边有两万现金 这个抽屉没被翻动 下面两个抽屉有锁 里面没钱 可是让大军用刀 砍了一个口子给破坏了 小碗的屋子里边 虽然被大军翻了那么多遍 可他始终没有翻那个 没上锁的抽屉 小碗呢 就是随手把钱放在抽屉里了 根本没想过要隐藏着 就像大军不相信一个色情工作者 会对他产生感情一样 他打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两万块钱的巨款 他也不相信小碗的所有积蓄 会放在这么轻易得到的地方 最后咱们再回过头看一下 为什么在案子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出现侦查方向错误的问题呢 其实在这个案件里啊 不管是谢菊 老张 还是王队 他们都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了 一个案件侦查的正确逻辑是 通过证据推理出结论 而不是通过结论找证据 有的听友可能有疑问了啊 通过证据推结论和通过结论找证据 这不都一样吗 其实不一样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处尿字 如果通过结论找证据 我们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 凶手在现场撒尿 就推出尿字旁边有凶手的足迹 又因为凶手穿平底鞋 平底鞋在干草地上留不下足迹 所以就找不到草地上的足迹了 而通过证据推结论 我们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 现场目前可发现的足迹有两种 平底鞋和高跟鞋 平底鞋呀 不会在草地上留下足迹 而高跟鞋呢 会在草地上留下小坑 所以在草地里也要认真寻找 最后在尿字附近的草地上发现了小坑 由此推断尿字是穿高跟鞋的女性留下的 所以如果不客观分析现场证据 我们就会犯先入为主的错误 陷入先入为主的思维陷阱 找不到证据 或者说分析结果不客观 咱们再回过头来想一下 不知道您各位还记不记得 刚开始讲的时候 我们说了一个关键物证 君大一 是啊 那么这君大一跟大军有没有关系呢 没有关系 在精神病院旁边 发现精神病人穿过的破旧军大一 这不是很正常吗 事后也证明 只是案件呢 正好发生在了那件破旧的军大一附近而已 特殊职业故事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